整理你 自中央批准澳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的工作以來 垂下行政長方高度重視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2016年首份五年發展規劃中 確立了與國家十三五規劃對接的發展戰略 把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放在重要的位置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了由行政長官担任主席的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 根據國家所需澳門所藏的原則 透過政策引領資源配合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澳門市中西文化融會的地方是海上絲頭之路的重要旅站 地理位置優越旅遊休閒資源豐富 澳門兼具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澳門歸橋橋建眾多與普宇國家的聯繫密切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這些因素構成了澳門特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獨特優勢 澳門的特點和優勢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五通高度合 我們會繼續利用發揮和強化這些優勢服務於國家的重大發展上 本次會議標誌著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聯繫會議制度正式建立 今後我們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聯繫會議 協調協商解決重大問題 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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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ーム的審柱 第一道 四道 一道 感谢观看